今天订了一箱什么呢 这一箱比较小箱咯 拜托美的商品 打开看看 今天的开箱碗是什么呢 订了好几盒东西 等一下一个一个为大家来介绍 智慧型手机 电脑 电视 压力 营养不均衡 不良饮食习惯 良品 日本私有生姜 不良的生活习惯 暗淡 酸涩 皮朗 接种而来 加上营养摄取不足时 将影响您的健康 一种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叶黄素 还一种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 两瓶从外观上看得出来 有大小之分 日本的比较小 韩国的比较大 那每一瓶都是九十立桩 都是液态的软胶囊 我们来比较一下它的成分 那成分上可以看出呢 日本的维生素A 占比的是 有助于维持在暗处的视觉 艾多美叶黄素胶囊 含有叶黄素及维生素A 山桑籽 月橘 蓝莓 黑醋粒 结果木莓 也阴莓等多种花青素成分 物理看花的银法族 经常在夜间驾驶的人 长时间使用电脑的人 经常看电视的人 维持明亮健康的好帮手 艾多美叶黄素胶囊 再来拆日本的 拆这一瓶 从瓶子的外观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有什么不同 每一瓶的含量呢 都一样都是九十立桩 都是液态的软胶囊 这是日本的 这个是韩国的 韩国的瓶子呢 有做防小孩子打开设计 它的第一步骤是往下压 第二步骤是扭开 我们现在往下压扭开看看 看到它上面有一层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可以拉开 拉开之后呢 有手脚拿出来 可以看到 液黄素呢 是这种黑色的软胶囊 我们在饭后呢 用温开水服用就可以了 不要摇破哦 因为它是液态的软胶囊 一天吃一颗就好 做防小孩子打开设计 如果我不往下压呢 只是扭开盖子 旋转这样子是打不开的 那日本的瓶子呢 是长这样 小小的一瓶 它的盖子呢 只不用往下压 直接拧开就可以了 一样呢 我们有看到有风膜 那这瓶呢 我就不拆风了 因为要等这瓶吃完之后 才吃这一瓶 今次呢 就介绍艾多美的两款 液黄素 两瓶都不错哦 现在的我们 常常盯着手机 液黄素 应该都是需要的吧 推荐给你哦 今天呢 就介绍到这里 拜拜 记得加关注 按赞分享 拜拜